后来为什么离开对话呢 因为有矫情的说法和真实的说法两种 矫情的说法呢就是确实感觉到不行 就是传统媒体的那个下滑的态势 这种感觉最初什么时候开始有 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影响力无力 就是对话在最烈火烹油的时候 那真是原非醒清时候的甲府 就是你说任何一句话 做任何一个节目 那个市场的反馈是澎湃而来的 你能感知得到 但是当对话的制片人开始为收视率发愁 开始不断地要犹豫 我要不要做一些 就在当时看来啊 一些没节操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已经分明感觉到 你的那个势能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想变方向 就是我不管干什么 我一定要把自己这张胖脸给露出来 当然这个背后也有一个当时的观察 就是在央视的时候 你分明感知到整个行业的价值 在往人身上转 你这种意识什么时候开始清晰的 其实当时我读你的文章 就是你说一份经济观察报和许致远这个人 哪个分量重 可能从情感的维度来讲 许致远更重 我在身边观察到的也是一样 第一就是我的研究生导师 王继颜老师 去了凤凤凤凤凤凤凤的策略就叫 我们跟他开玩笑就叫 你那哪是半天室 你那叫凤凤广播电视台 就所有的人都是在刀逼刀刀逼刀嘛 你想我们觉得干天室 那至少是对吧 蒙太奇啊 场面调度啊 应该是退辣油一根全用上了 妈的找一个人当话筒架子 对面做一个软丝衫 然后就叫做节目 我们倒是觉得这很羞耻嘛 但是人家成了呀 所以这个策略事后是对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百家讲谈 去掉了易中天和于丹那个节目 什么都不是 第三件事情是实话实说 小崔走了之后 这个栏目的收视率是断麻式的吓唬 就所有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 一个警醒的先后 就是这个行业的价值 已经不着落在组织身上 而是着落在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 所以当时我在央视的时候 已经明白 下一步 如果我走 那一定是去做一个主持人 不管怎么样 先把胖脸露出来再说 将来可能会有机会 这是一个矫情的说法 就是好像你判断一个下话 说耶稣比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没有问题啊 一只兔子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个生物体 它只要健康 能够做爱和觅食 不感觉到明显的病痛 它就是健康的 那健康也会很焦虑嘛 那你的焦虑是什么 那是正常 对 那是什么呢 焦虑 就是实际上 人其实都是在 一个非舒适区的 舒适区里是待不住人的 他一定会活得极其的灰败 这个不舒适区 对我来讲就是 要不要把这个事坚持下去做 比如说我们的用户指导我 365天无休的 每天早上6点半 发那条语音 首先每条语音60秒精准 你可以试试 每天说到60秒 意味着你不断的要试 大概一天 如果不顺利的话 你可能得说四五十遍 你才能把它说成 整整60秒 然后你中年不能睡懒觉 6点20闹铃必须响 这就是自虐 所谓的工匠精神 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 那支持你这种自虐的 动力是什么呢 什么东西让它可以持续响 这是一个 这是跟我的年龄有关 我创业的时候40岁 40岁生日那天 其实特别有标志性意义 就是假设人生八十 正好是终点 正好是终点 就是你突然知道 此后的日子 是比此前小的 我还记得一个场景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父亲给我兜里 装了一把枣 我就坐在那个门槛上吃 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那一把很多吗 吃的也不干净 地下扔 都看到还生一小半了 哇都不行了 甚至从地下捡那个 没吃完 他早去吃 40岁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所以就会导致 你对时间的感知力 完全不同 那问题是安排完 就是这么紧密的 做这些事情 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没有目的 让这一生变得有意义 就是你觉得 现在这些事情 是最让你人生 实现意义的事情是吗 至少我在找它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明天就死 咱俩现在干什么 没场过的事情 没有到达过的高度 没有嗨到那个状态 如果今晚我出门 让车撞死 我很后悔 就比如说做这个事情 它会嗨到什么程度 你觉得是一个 你期待的 哇 商业最精彩的地方 就在这儿 永远没有终极 就在这个时代 你想想看 一定存在一个计划 在中国创业 半年之内成为 100亿美金估值的公司 这个计划肯定存在 所以创业太好玩了 但是这个过程 也是一步步发生的 比如从2012年底 开始做这件事情 到过去三年半 当然 比如它可以分阶段 哪些时候你可以感觉到 或者重要的事件 是一个转折点 你感觉到巨大的这种 新的刺激也好 诱惑也好 这个阶段 可以无限的细分了 最核心的转换 我觉得就是这两次 当然 今天你跟我聊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 即将这家公司 会发生一个大转换 就是你从一个 现象级的 一个颗粒状的东西 一定要爆炸为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它必须让整个市场 对你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就要进行这个业务模式的 大转换 那这次爆炸 两种可能 一次变成一个爆米花 一次就是粉身碎骨 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 那决定成为爆米花 或者粉身碎骨的 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有吗 有啊 三个词 叫不犯懒 不犯魂 不犯倔 我们这一代创意者 是小老鼠 那个迷宫上帝给你布的 你哪知道 哪条路是出口 你看得真真儿的那一条 也许就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陷阱 但是小老鼠 有小老鼠的活法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不犯懒 不犯倔 不犯魂 首先勤快 你多跑 遇到出口的几率 肯定是增加 不犯倔 就是遇到什么东西 如果错了 勇于否定自己 打一次脸 就成长一次 还有就是不犯魂 就千万别 做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 所以我特别打心眼里 是告诉我自己 不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 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要做一个蜀目寸光的人 所以很多人说情怀 我说我没情怀 为什么情怀 我一买卖人 我对得起买自己东西的人 就是最大的情怀 我不想改造世界 我只想把自己这一生 让自己变得是最好的自己 我尽其所能 OK 有小我跟理想主义之间 会有那么大的冲通吗 这是一个 这个时代的一个难题 就是趋势认知 和自我行为之间 会出现一个奇怪的夹角 举个例子讲 吸烟有害健康 那你说烟草工人 是不是道德败坏 再比如说 我做这个媒体 我明明知道 不应该去做广告 那条商业路径 是不支持一家创业公司的 但是我们这次操作 那个爬皮匠的广告的拍卖 很多人说打脸 我说对啊 有钱不挣 傻吗 代价是什么呢 对你来说 就是让你的神经系统 被训练过来的那些习惯 都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讲 他妈的现在有些直播视频 就是一个人 天天就坐在那 一小姑娘 谢谢 谁给我送了一辆超跑 谢谢 然后就这样从早做到晚 然后就有人给她打赏几十万 那你说这人无聊到什么程度呢 按照我们的价值观 你他妈就应该去死了 就是他妈的家长没教育好的 他妈的富二代二十足 对吧 但那也是一种生活 我们不理解 不理解 不意味着别人没价值 我们总是以为 这个社会会因为传播工具的进展 会产生更多的共识 所以因为传媒变得更自由 变得让很多好的观念 可以更好的传播 事实上正好相反 就像在台湾 狱营的人是不会看蓝营的节目的 你传播的再好有什么用 整个每一个人会进入一个叫信息减防的状态 就自己给自己弄了个残检 这个时代可能我们这种人存在的价值 也许就在于乱拳打死老师傅 不断地使尽全身力气 去打破一些人的信息减防 所以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我说就好比是一个大厅 这个大厅有无数的门 每一个门口都排至成队 他都不敢离开这个队 而这个胖子呢 他干了一件事 早上起来 花一分钟时间 像小丑一样在这个大厅里调来调去 推开一扇陌生的门 说大家看一眼这个 一分钟关上来 但我不站队 我在这个大厅里当小丑 我觉得对所有愿意看过来的人 我能有帮助 所以碎片化的时代 没办法 就这样 但是总会出现我这样的事 你这样的事 其实你也在干这个 打破每一个人的信息减防 那你怎么看 这是太大了问题 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你怎么看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呢 这种所谓的蓬勃的融化 你怎么看他们的内在的价值呢 或者你关心的也是 我关心 我小时候知道了一个词 叫跑反 用我们老家话讲 叫跑鬼子反 就日本鬼子打来了 这个村就啵就开始跑 哪个城里投尽靠友 或者跑到外向去 这就是一个跑反的时代 就突然一个浪头过来了 谁也别管别人 管自己 但总有一些挑战是 必须要共同力量来面对的 那没办法 就危害到每个人身上最后 你可以站 任何一个人可以站在世界中心喊 我们不能这样彼此逃离 不能以跑反的姿态狂奔 不问他人的音讯 连留个通讯地址都没有 你可以这样喊 没有用的 这就我讲的 趋势认知和自我行为 出现分裂 你刚才说的是一个理性认知 怎么办 这个让你纠结吗 不纠结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跑 不管他人 成功跑得最快的 我现在的商业困惑是 我还是不完全能够接受商业逻辑 包括如何将我们的读者 听众 用户 转化成真正的购买者 而逻辑思维在这方面特别成功 我们录这节目是很随机的 可能今天下午想一想就录一下 可能我三四天都没有兴趣就不录了 但但罗振宇做到了 几乎每天都可以坚持 像时钟一样精确 这种对自己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折磨 有时候也不免同情他 在世界政治史上有这么一个词 叫地缘大锤 可见毕鲁这场改革 实际上的领导人是谁 什么叫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乃穆希连就是啊 他是个卖胶囊的人 他把知识放在胶囊里面 塑效救心完 然后你就吃下去 想起他 我就想起一个音乐了 就像什么感觉 音乐 你觉得像吗 就是他给我最初的印象 像那个 Surfing USA Surfing USA 说法其实很简单 我把我当时的领导给得罪了 所以后来顾正喜 给我踹了这么一脚 所以他现在没有判 他判了之后 我真要去看看他 没有他在我屁股上踹那一脚 可能我至今也没有勇气跳出来 所以很多人在说勇气勇气 我从来不承认这个东西 勇气就是运气 就是你当时在特定的情境下 你不得不做的选择 不得不走 于是看起来有勇气 所以所谓的战略 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好运气 所谓的勇气 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不得不 徐老师采访罗振宇 是您自己的一个主动的想法吗 对啊 我好奇嘛 他在 他就是 那到底好奇 你是好奇他商业上巨大的成功吗 嗯 就是我从那个 就是搜索上 搜索了一下数字 发现罗振宇的粉丝 大部分是本科以上的高学历人群 就他是 我觉得是很有知识 知识含量的那种吧 有知识含量是 但是好像很能忽悠人的样子的 很多名词 幼盘化 生存 急差 急用 对 就有一种 好像哪儿不对的看见 就可能我们普遍到这一代 就是大家没有兴趣去做 对任何事情 作为一个历史化的来看待 它不是突然变成今天这样子的 你必须回到线索里面 一步一步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就会看出这个脉络了 现在在看到这本书什么感觉 它就像一次初恋吧 很美好 但是回不去 在访谈前 我给罗振宇带了一本书 哲学的故事 他曾说 这本书深刻地改变了他的人生 你在发愁呢 对对对 我在想明天的云 谢谢 我看这是哪个版本的 你怎么会找到这个版本 新的版本的 刚出来 对对 我还记得我遇到这本书 其实是我的一哥们从图书馆偷出来的 我说你手脚这么干净的人 为什么要偷一本书呢 他说他妈这书太牛逼了 然后这种被大家抢的肯定是好东西 然后就抢过来看 对 你突然发现哲学 一个充斥了那么多概念的东西 在威尔杜兰特的笔下 他变得如此具有生命的张力 然后一下子变得可打 其实人生当中不就是这样吗 经常你的灵魂会在某一个瞬间 完成一次就是上升层次 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世界 那种狂喜 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我喜欢这本书 就是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知识的魅力 此前知识都是为未来积攒粮食的东西 只有这一次 知识第一次喂养了我 我还记得我在武汉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个老头 我现在叫记得他的名字 叫郑在营 湖北人 然后一辈子研究理骚 其实他讲的课我也不太听得懂 因为口音太重 但是我至今替他上堂讲了那句话 李一骚啊 好啊 谢得真是好啊 吞饮酒 手都李一骚 翻得为真明事 我李一骚我翻得翻开过多少遍 从来没有一次把他有力量把他读完 但是就因为老头在上堂之后来了那么一段 我觉得他不读李一骚还是个人嘛 然后就回家去读李一骚嘛 你有没有担心比如说 你做的很 对知识的很多再次表述和传达 把知识变得过分适用化 海洋似乎一定读完它就变成某种俗成 但这是人生从来不会如此吗 人生从来如此 你就从来如此 当然 就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在追逐效率 其中就包括提升自己体验 丰富自己知识的效率 而互联网就是解决这个空间问题 它让你在一个地方足不出户 可以高效率的体验 就读书其实不就是干这个事 你读当代人的书就是为了不去承门力学 不去跑那么远去请教一个人 它就是提高效率 所以效率是这个宇宙的总法则 那效率是不是有很大的副作用 很多时候会妨碍你的认知 那是他们认知能力不够带来的 因为世界的复杂性超出我们可以设计的 或者说认为有效率的方式 当然人太脆弱了 所以你找到一条认为有效率的方式 会议它并不是有效率的 经常甚至是妨碍有效率的 是这样 我们彼此无法证伪 就是你不能证伪我是没效率的 我也不能证伪你是没效率的 我们只能听从内心或者说自己的习性 有的人会过一段时间说我闭关 我让自己心灵静一静 我当然知道那个东西会有用 因为你一下子梳理了 然后换一个角度来看事物 你当然会获得突飞猛戒 但是像我这种刚猛一路的 它也是一种修行之法 对吧 那佛法还讲八万四千法门 你可以建修我他妈讲究顿悟 所以我们当彼此不能政委的时候 谁都不能说谁比谁高 我只能说自己的根性是什么 我经常在我们的商店的后台 能够看到这样的订单 什么贵州某什么民族自治县 哪个镇 什么汽车修理铺对面 就那个地址是这么写的 他可能在我们这买一本经济学通诗 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我们的传播 他可能这一辈子也都不会知道 什么叫经济学 一定是我站在经济学门口的赞叹 他觉得有魅力 他要买一本 也许他也没看完 也许对他一生求用没有 但你不觉得他这人生 就此被点亮一点点吗 这种成就感 才是支撑我们干下去 这个活的根本的动作 至于我是不是经济学 课班出身 他们重要吗 那你觉得年轻一代 他们进化怎么样呢 普遍来讲 这个问题是一个老家伙的问题 老家伙喜欢给人分歹 对 你可以这么说 对 就像很多比我年长的一些人 天天觉得信息负载过重 那我能告诉他的就是 如果一个00后 他就不会觉得信息负载过重了 整个社会的进步 是以死人的方式来实现的 觉得信息负载过重的这一代人 你会死 你死了就没有这个抱怨了 这种叽叽喳喳就结束了 然后新生那一代 他从小就在这个环境里找 没有这个抱怨 你就变成一曲晚歌就完了 我为什么陪着你们去唱晚歌呢 虽然我完全理解你们在讲什么 甚至我自己也感受得到 但是我一定要跟00后 一起去玩手机啊 难道我跟你们一起去唱晚歌吗 因为20年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啊 你倒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 你也不会晚歌的眉所吸引 晚歌很美的呀 特别 没有时间去欣赏 我只剩40年了 我他妈40年时间花来欣赏晚歌吗 我是挺可怜的一些在唱晚歌的人 就是你怎么还能这样浪费生命呢 好吧 我就是唱晚歌的人 是吧 我就觉得许志远是强压一股怒气 我说的很多东西他都不同意 他是一个好的对手 非常好 在许志远的对面 你会觉得自己有说话的欲望 因为你知道不管他同意还是不同意 他听得懂 让许志远去采访一些美女吧 他就会有兴趣 你想看点什么美女 你说 穿衣服的闺女看 现在这六楼是电商运营 然后八层是内容 七层是技术 一开始是九个人 后来多少时间过程 一改五十个人 两年了 为什么是一改五十个人 这叫邓巴树 社会学调查的结果 你跟他们交流吗 不交流 不懂 他们也不搭理你 他们也不搭理你 他们也不认得 我们俩好像没特别 对话当初变成人的时候 请你过去担忽策划会 你懒一样的躺在 我们那沙发上的镜头 我至今记得 赵表达出想采访的意愿时 周真宇说 国际思维在做视频 希望能顺忠起见 其实我们单独见的 就孤入我 对啊 我们约定一周后正式采访 挺好的 我觉得第一个 找你老兄 肯定精彩 呜什么意思到底 呜就是 30 比如现在最火的 就Big Bang 这Big什么 B-A-N-G 就韩国豪 那你对旁边家 怎么看你们这代人 我看来挺开心的 就是我也觉得 在正式访谈前 我见了几位年轻人 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 罗真宇 与逻辑思维 我其实特别想吐槽的是 他那个八千块钱的门票 就都够我去看市场演唱会了 我身边确实是有 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他是每天都看他的逻辑思维 现在社会 大家不再读书了 但是你需要那些知识 逻辑思维就是告诉你 你应该看这个 这个会给你什么 我觉得它是提供了一种速成的 让我显得很有思想 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样子 我拿手机扑扑扑动个手指 你都能看到了 你们这两人是真的生活在此刻 那种感觉 就是这东西也不需要特别的回味他 就是他那一刻满足了 看什么东西 我什么偶的一个神 对吧 就是奇葩说之类的 你们都看奇葩说吗 看我也很喜欢 但是奇葩说 他这个每个人就是奇葩嘛 我看过海选的时候 我就记得特别的印象很深 第一个上来就是一个大凶女 那其他说您看吗 没看过 没看过 您可以看最近那一期 最近一期变得特别精彩 就是说如果 如果两个人 我觉得好奇 比如说你们听到这个 你们听的那种是什么感觉 会心里喜欢吗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是一场漫长 兴奋 又令人疲倦的谈法 我觉得我挺被 罗振云的坦诚所打动的 我觉得罗振云是一个 非常值得交谈的朋友 一个我们彼此间 对对方都充满保留 但仍然可以彼此欣赏的朋友 我觉得里面既有充满了一个 新发现者 甚至孩子气势的喜悦 其实我也听出了某种 不确认性 就是他为了拼命地 捍卫自己新的 商人的姿态 来说出一些 故作的狠话 一个是他 可能那个内心 安静的自我 曾经被杜兰特 李嫂点亮的那个自我 和那个 渴望进入更大的商业游戏中 那个野心勃勃的自我 仍然要在彼此间 继续地斗争下去 而这种斗争 也像是这个时代的 某种缩影 每个人心中 可能都有这样 两种不同的力量 它像一个 焦虑时代的心理按摩师一样 他做一种精神的按摩 但这种按摩 怎么说 我不相信的一些东西吧 这个看法仍然存在 没有变化 但是我理解 这些做这些行动的 思考的 形成的过程 而且我觉得社会中 需要这样的声音 也需要我这样 不相信这些俗成 批评这些俗成的声音 我们可以彼此间的制衡吗 一个社会不可能 永远都生活在 向前的奔跑之中 它需要向后看 向左看 向右看 需要很多不同的 情感和思维方式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 丰富的社会吗 谢谢大家 来聊天